天氣很冷 但我們中華館四個都有讓人溫暖的愛心瓦東 新港鄉公司頭一次跟企業合作 邀請獨立家庭做回來圍爐吃飯 也來準備澎湃年會送給鄉親 澎湃料理香醬的和需要的獨立品種 感覺今年的過年特別溫興、重溫、認真美 新港鄉公司展覽中關心獨立家庭 辦中近60度馬魂桑民生部組合六歲家庭和桂妮 典現鄉公司的體貼關懷 新港鄉第一次婦女年中歲月的參會 因為新港鄉以來今天可以第一次來基盤 這個歲末連環參會 讓我們第一次婦女在中北有一個溫暖 有一個圍爐的歡喜的心情 所以公司這邊就來基盤 讓我們所有的第一次婦女在中北 讓我們過一個很好的今年 在這裡利用今天來祝福大家新年恭喜 大家大賺錢和年大吉大利 恭喜恭喜 鄭鄉長特別要求中北塞愛用心料理菜色 和需要民眾可以吃了麻糬 香港所有志工隊在華東當中 建加市的情合部 和民眾享受美食也感受到隆隆的文情 大中華新聞达文清新港 彩虹報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